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才说不准报警 谁的主意 方总 我就想吓唬吓唬她 说不定她就承认了她 但是你可以吓唬她有 这个样子我们项目怎么往下进行了 这是谁造成的呀 公司这家损失惨重啊 刚成立就遭遇这样的事 会不会是对家公司搞的鬼啊 方总来了 方总 可让蒙素样本被人打碎了 就连设备也被人破坏了 我现在报警 先别报警 先做内部调查 全都不准对外透露任何信息 方总 所有监控设备都被人破坏了 不过我们找到这个 一刺信手套 这 这 柴小姐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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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什么时候了她还敢过来 就是她 就现场发现了证据 我别说我说 小姐她是赶出大事了 你们都不工作吗 昨天科研部被入侵了 赫尔蒙素全被毁了 就连一期设备都被破坏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现场 发现了您的公把 我的公把怎么 不可能啊 小姐 请问这个你怎么解释 我 我解释什么要解释 我公把他一直放在桌子上的 我怎么要他去哪儿了 我解释 您如果拒不承认的话 那我只能把你交给警察来处理 哎哎哎哎哎 干 干 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我刚才说不准报警 谁的主意 方总 我就想吓唬吓唬他 说不定他就承认了他 他是你可以吓唬的人吗 俄尔蒙素也是小七的闲选 如果他真的想窃取的话 真的想毁掉他的话 他会等到现在吗 你们全都给我听好了 这件事情我要在短时间内 把真相查出来 但在这段时间内 我不希望大家随便猜测自己的员工 尤其是共同奋战的伙伴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安助理 方总 带小琪回去 田小姐 可以走了 是 打赏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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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